就在彭亨河沿岸一带 住着一对老夫妇 河水泛滥后的家园 他们无力整顿 沮丧 行水 慈祭之工请来帮忙 他们脸上露出了笑容 看着满屋子的黎妮 年事已高的阿布巴卡 和太太马喜兰 已经无力收拾 这个城在三个 续带记忆的家园 被这一场洪水彻底摧毁 慈祭之工来救灾 也来逢补这一家子破碎的心 十天来第一口热饭 聚工的手艺让这对夫妇 终于展开笑颜 辣在嘴里 暖在心 在后民众压抑的情绪 因为爱 找到出口 戴新闻林一役 何永康 梁倩怡 马来西亚报导 大利亚报导